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請收看 說故事時間 來喲,快來聽說說 大家對我來喲 做回來學父了 政策告訴我 阿成哥公告 是關世音婆山 生酒如是公德 都脫衷生 既作新統力 公秀地方便失望著國度 無策不変身 各位佛神,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所要說的主題 就是布志山書 這是兩五地國史位 近久佛祖力大統治 地交官 他有記載 任務隊的時代 有一位保祭賢書 他可以變現神通 奉得失憤 來競爭他 有一天 任務隊 他派一個委家 要為保治殘屍 來給他畫像 那麼保治殘屍 他就坐好好 要讓那個畫家 來給他畫像 那麼很奇怪 保治殘屍坐下來 他的這個面容 一直變 一直變 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我這個畫家 他算不知道要怎麼畫 因為是怎麼說 保治殘屍 他的面容 面相一直變 他算不知道要畫對一個面相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位畫家 他就把保治殘屍說 叔父 拜託 你的面容把它固定一下好嗎 結果保治殘屍 他把他的面相 他把面相固定下來 各位佛陀 什麼面相 竟然是 十二觀音相 十二觀音相 有妙相 重驗輸雷 也有主比相 也有為面相 十二觀音 讓那個畫家看一個山洞氣 他到畫了 他也是沒辦法畫 為什麼 他不知道要怎麼畫 所以在這個地方 有一天 保治殘屍到梁武帝 他在工兵 欣賞到這個風景 看到這個 這個工水飄來的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它是逆流而上 它不是順流而下 有那個東西 說竟然是逆流而上 保治殘屍 在這個時候 神態 這樣自在 他就在那間關頭 起到工兵 把水中的東西交起來 交起來之後 發現它是一棵紫棧檀木 紫棧檀木 寧武帝看一個很高興 他說 這棵紫檀木 我拿回來 請供責債婦 來為山書 你來供責一個山 那麼在這裡 保治殘屍 它也很主宰 他說好啊 要求我就等那麼多了 畫家沒有辦法畫成 結果在這個時候 保治殘屍 它就這個 神經這個 想不到 那個雕刻師沒多久 就把保治殘屍 這個栩栩如生的雕像 改完成了 因此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 保治殘屍 它不是一般的人 有人在說 保治殘屍 它是什麼人 它是觀神菩薩 失憲在中途 這個母音 因為他怎麼說 普文篇裡面有提到 他說 是觀神菩薩 生就如是功德 他中中行 由諸國度 度達眾生 他又說 古著到心通力 公修 兩五弟方便 失憲 諸國度 無叉不現身 因此有人認為 保治殘屍 它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有一邊 兩五弟 他邀請保治殘屍 驚驚驚驚 我們來看魚 我們來看公路 跳舞唱歌 保治殘屍 他多祖宰 他說好啊 可以啊 我別的方向 你來看魚 那麼在這個時候 在戲中 兩五弟 他很認真在看 看公路 跳舞 唱歌 所以他看完的時候 他心裡就在想 哦 剛才那個公路這麼漂亮 身材這麼漂亮 這樣 保治殘屍 他看到公路在跳舞 他不知道 起心動念的 所以兩五弟 他就去問保治殘屍 他說 殘屍 剛才那個公路 他穿什麼衣 有漂亮嗎 保治殘屍說 我沒看到 在這個時尊 有地 好 想起呢 明明 明明 你就在面前 在看魚 這麼漂亮的 殺口 零樓 綜斷 那個 跳舞的舞者 他的身材 曲線這麼漂亮 你又說 你沒看到 這個時尊 保治殘屍 我們會 跟他 彭雄說 他說 我真的沒看到 你若是不相信 我們可以來實驗 方庭就問保治殘屍 說不然要怎麼實驗 保治殘屍 說不然請方庭 你在監獄裡面 這個時尊 把 打死刑的一個繁榮 來把他抓出來 好 抓出來後 你就跟他問 跟他說 你現在現實是頭上 這樣 頂著 一桶油 一個麟湯 上面都抵油 我告訴你 你要慢慢走 你的後面 有一個 武術 他抓一支大刀 你若是 讓一桶油 抵出來了 這個武術 馬上把你的 頭髮斬起來 馬上把你抵死了 那如果 你若是油 都沒有被抵出來 我就讓你換名 我就不想把你抵了 哇 這個時尊 方向 他為感到裡面 把一個四行犯 抓出來後 他就讓他 頭上吐一湯油 然後 後面一個紙手 這個武術 走在那裡 把他抵掉 就要經過這座樓 那麼這座樓 三庭 都是米露 三庭這些米露 都在唱歌跳舞 四行犯要在 這兩百米露裡面 就要把他走過 那麼在這個時尊 這個四行犯 他把他吐到這湯油 他為了要保護 他的生命 他在走路的時候 腳步這樣一步一步 有夠小魚來打下去 因為他很煩惱 還有一碟油 去給他引出來了 這牽連到他的生命 高官 因為那個四行犯 他知道 只要我 滴一碟油下來 我的生命就不掉了 所以死刑犯 因為東邊 他怕到西邊 怕殺了的時候 保治殘屍 他要皇帝 就是任務部隊去問 問說 有多少米露 穿多少衣 結果任務部隊 他問這個 死刑犯 說有多少米露 穿什麼衣 結果死刑犯 他跟鳳梯說 鳳雄 鳳梯 我沒有看到米露在哪裡 好 任務部隊這個時候 他就大聲說 你白痴 兩名米露在你的生口邊 你說你沒有看到 死刑犯 他怎麼說 說 鳳雄 我真的沒有看到米露 我也沒有聽到聲音 我也沒有看到米露在跳舞 因為我三個月都沒有 然後皇帝就問說 為什麼你才沒有 死刑犯 他怎麼說 他說我的名字比較要緊 我只要一滴油 那滴油出來 我的頭就讓你們撥掉 我就沒有名字 所以我的生命比較重要 哇 在這個時候 梁武帝 他比較知道 我們來的保治殘屍 他沒有說白痴 犯人他接著他的生命 所以米露有水不水就跟他沒有關係 那麼在這個時候 保治殘屍 人人尊稱他是至公殘屍 至公主屍 好 年尊母帝 的時代的時候 他是復教的高精 他跟丹母祖書 跟保大師合稱 年尊代三大師 好 保治殘屍 他是一位有大得性的人 但是啊 沒人知道他的父母是什麼人 有在團船 有一天有一個父母啊 他到手上去聽到手上 有一個姨姨在哭 這個父母呢 他爬到手上 發生一個嬰兒啊 她有姨啊 他躲在哪裡 他躲在老嬰的巢中 照我修裡面 哇 這個父母說 他有這個孩子 他就把他抱起來 抱回家裡服用 這個孩子 他的心想很奇怪 他的臉 臉上是人的形 但是腳手呢 都是嬰兒 都是嬰兒 這個孩子大後 他就出家修圖 那麼 出家修圖後 他有開嬰兒 他爭到嬰兒 跟六神通了 但是沒人知道 他的父母是什麼人 因為 他是由老嬰 這個教室裡面 把他抱下來 所以大家人在嬰兒 這個孩子呢 他是 教我人 扶出來 所以當時娘母帝 他很相信保祭聖書 那麼一般老爸生 他也很相信保祭禪聖書 他也很相信保祭禪聖書 不論什麼政策 不論什麼政策 不管是你生的孩子 帶媳婦 你入住 你家有送信 大家人都要請保祭禪聖書 去聖經 來做公主 有一天 有一個大父王 他要嫁嫁嫁 他就請保祭聖書 來到他們女兒的婚禪聖書 這個婚禪聖書 來給聖經 那麼保祭禪聖書呢 他來到婚禪 當中的時候呢 咦 主人家要請師父 說幾季結尚的婚禪聖書 要來祝福到這對新郎 嬰兒美婚 婚姻順利 結果保祭禪聖書 他來到禮聖書 他看到新郎跟新娘 他開口就說 他說 孤孤怪怪怪怪狗 孫孫帶祖廟 路是母子肉 祝大富培購 在營友抗上座 六親郭禮祖 眾人來賠儀 我看真是寇 保祭禪聖書 在人家家家家的時候 說這大話 大家聽到不懂 還有很多年 而且到結婚 那個時候的氛圍 沒有什麼好處 說到這裡 這個故事說什麼意思 保祭禪聖書 他是在說 他有心通 他看到新郎 帶新娘 他看到這對新郎新娘 人的過期生 這個過期生是怎麼樣 就是說 這個孫子他過去的時候 他有一個祖廟 這個祖廟因為年齡、年齡、體衰、肚病 所以到時候這個阿嬤也是要過去了 但是在他過去的時候 他很煩惱他的孫子沒人過 這個阿嬤疼孫子疼過世了 那麼這個阿嬤說很煩惱他的孫子沒人照顧 他就這樣說 他說我真的放心不好 我們的孫子也娶媳婦 他有他的怕離世世了 我們女兒也嫁人 他也有他的家庭 如果我們是去給他王生去 我這個孫子將來什麼照顧 我的孫子將來有娶媳婦 他母對他那麼好 我就真的很煩惱了 因為這個情形 這個祖廟 他一支手牽著他的孫子的手 他說 他說阿孫子 你這個孫子 阿嬤真的很煩惱 我真的很煩惱 我真的很煩惱 眼睛也沒辦法刺 欸 他們眼 不是像你說你 說要刺到不刺 要刺不刺 眼睛不刺 他們眼睛也是要刺 所以這個阿嬤也很煩惱 人家說來王生去了 這個阿嬤 去到閻羅王那裡 他把閻羅王要求 說閻羅王 我又需要照顧我孫子了 我的孫子 他很可能沒有人照顧 我如果是不回去照顧 我的孫子 他真的很難生我 所以我要跟閻羅王說 我要回來照顧我孫 我很掛念我的孫子 喔 哭哭哀求 閻羅王他說 好啊 記得你的心就是要照顧你孫 好 讓你回去照顧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阿嬤 閻羅王 馬上伴他倒胎 出事做人 結果出事做人 這個阿嬤出事是一個女孩子 那麼在這個家 當那個女孩子 他大後 他大後 很自然 就跟 他上四人 那個孫子 做朋友 到沒有了 所以要來嫁娶了 那麼說到這個時候 兩個人 原來阿嬤跟阿孫 現在變成結婚中上的 新郎和新娘 所以 剛才那一句就說 孤孤怪怪怪怪怪怪怪 這就是 這個寶寺三叔 他說 這個姻緣真的有夠奇怪喔 姻緣有夠奇怪喔 因為寶寺三叔 它有五眼力神通 它是一個開五的生長 它看到新娘 原來是怕死的阿嬤 因為一念喔 放不下 所以剩回來 讓孫子做母 要來照顧她這個孫子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寶寺殘屍喔 它還在那個 虛眼的這個 中間呢 看到有一個女孩子 在捏到一塊牛肉 捏一塊肉呢 寶寺殘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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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食母之肉喔 寶寺殘屍喔 那麼在這裡這句是怎麼說 原來這個女孩子呢 她的母親呢 過去因為 激烈的關係 她這四人 專心來做牛 現在是那隻牛 去向台 台在哪裡 在這個時候 桌子上方 在那裡煮 煮來買吃 結果她的女孩子呢 在這個時候 她捏到那塊牛肉 要起來吃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寶寺殘屍 她就感嘆了 她說 女孩子吃老母的肉 女孩子吃老母的肉 說到這裡 寶寺殘屍 她一段時間呢 看到旁邊 那裡有 垃圾 垃圾的這個棚子啊 那麼垃圾這個棚子裡面 當這個造型的 高垃圾 在講過那個高垃圾啊 她就在那裡講 在那裡講 寶寺殘屍 她就講 兒子講 扶貝果 她看到那個高垃圾 她在講的 這個高垃圾呢 原來是她老婆 正四人也是 嫁人的關係 她這四人 出事做梨子 這個梨子呢 到沒有死了的時候 那個梨子皮呢 去拔下來 做一棚子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那棚子的高垃圾 就是那些梨子的皮啊 寶寺殘屍看到這裡 她又看到現場 這麼多來賓 要來這裡吃青草 喔 在那裡坐的呢 人客 原來的正四人 都是扶貝的 豬啊 牛啊 喔 現在都坐在 虛島上 為什麼 她要單吃 那些豬啊跟牛 那些就是正四人 給她吃的人 所以在這個 這個姻緣在高垃圾 現在怎麼親切 現在怎麼朋友啊 那麼在這個時候 扶貝的跟扶貝的 現在都在這個結婚的虛島上 在這個客廳在坐 波濟祥師傅她又說 她說 綠青啊 郭梨族啊 喔 你看到 我們的北部兄弟 所有的親情 以前收吃的豬油 現在變豬油 在那裡煮來吃 吃來吃去 大家人家既民就說 來喔來喔 來看新娘喔 恭喜喔 恭喜喔 好 娶媳婦喔 結果在這個時候 跟保祉閃師說 我看到這裡 好戲只有 因為我看到都是苦 因此在這個時候 保持殘屍 因為她有心痛 因為我看到 這些眾生的因緣 這些因緣都是怎樣 都是作業來 既然是作業來 就是一切的苦 各位佩産 保祉閃師 它是菩薩的發聲 它用心痛地匪來導致 我們今天 有龍鳳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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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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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好,祝福大家,家庭幸福美丸 大家可以精神,合佛受兴,阿弥陀佛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话播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明,台湾救狗协会 台中光明山佛恩寺 旗舰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 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止 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止 共45日 地点台中市太平区长龙路三段166号 恰讯电话04-2270-2077 04-2270-2077 市院的早期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 的流水,甚至的流电 还看到发现 老大人拨护修胸 龙原寺是在台北市 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台湾 围绕都更申请 第一间寺庙 整栋建筑物都是寺庙登记 让出家人有资源可以在佛法的教理 深入精湛 除此之外 农云夜间佛学 还有做慈善 帮助弱势团体 目前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的普及于社会 因为寺庙本来就来自于十方的父子 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十方 让社会更认识佛教 那也更能够透过佛法 来进化整个人心 所以要拜托十方各界法师 给我们导三行导佛情 是在法华经里面 告诉了我们 过去佛与现在佛 佛佛道同 为佛与佛乃能正知诸法实相 让一切众生了解 我们本来都能够 透过佛法修行 来成就来解脱 乃至最后都能够成佛 从前直到现在 已经整个都开始在进行 那当然希望阿拼 要做多经费 大家导三行 让他能够早日完成 发挥都市道场 无法立身的功能 今天是六材力 是苏大天王收察人间 善恶吉利 放下代酒 修齐八观再解 不思想 不讨德 不饮 不梦义 不饮酒 不面子花泪自成 不着香花瓣 不香油豆腥 不管听寡物 不灰熄熄 也就是七哉 过五不熄 随随公甸 阿密豆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大乘船舰宁赞 开示一波明相 开堂和尚 陪堂和尚 慈悲 诸位引礼法师慈悲 诸位借子们 大家午安 高兵多佛 我们这一堂课是开示一波明相 句主应当说 开示比丘六五明相 我们要登三坛 前面有三一坛 比丘坛 所以是应当说 开示比丘六五明相 佛至比丘应当受持六五 不只是一波而已 三一为三五 神节礼 玉多罗森 安陀会 这是三物 波多罗为第四物 尼斯坦 尼斯坦为第五物 绿水囊为第六物 大方广佛 花言经说 巨旗族 巨族受持威夷教法 能令生种永不断绝 巨族受持如来威夷教法 事故能令生保不断 诸德福田经 佛告天地 九十六种道